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栋楼三十平米 五十平米交个家 七八十平米交个家 你的心 你的家能管住吗 你的心一直在开空遥游 你的心一直也没在家 没日在家 我告诉你 就算它有三百平米能管住你的心 是吧 你买个别墅也管得住 我们的心一直在遥游 在无量无别的时空里遥游 成佛是说心的 修行是说心的 你的心出来不在家里 也不在哪里 我们的心不断地在转悠 每天绕地球七圈 七圈半 所以我们都是晃动的 都是转悠的 都是请自由的 没人拦住我们的心 想痛苦就痛苦 想烦恼就烦恼 想快乐就开心 是吧 有时候只是我们烦恼的时间长了 请烦的 所以说怎么还不变成开心 怎么还不变 想变 想变来变去的 你知道有些天人 他们 有一些 他是没有经历过烦恼的吗 他会问你 烦恼是什么感觉啊 很好奇的我 你忘了 你看那个白蛇传里边 那个蛇不会流利嘛 那个青蛇盗口不够 不会哭 白蛇盗口够了 会哭嘛 白蛇不是有些 骂着它流出泪了 青蛇就很羡慕 说 咦 你还会流利啊 流利是什么感觉 就很羡慕人家会哭 真的是 是啊 那是做妙友来的 爵寿来的 没有那个爵寿的人还很羡慕的 青蛇说 道和高的蛇才会哭呢 有感情了嘛 否则蛇是冷血的 不会哭嘛 它动不了感情嘛 心不动 冷血嘛 不逗它 所以所有看问题就看你有什么角度看 有时候我们女孩子有时候很 很矫情她 女的多矫情我发现 尤其是我们这女性 坐在这儿 突然 莫名的伤感就哭起来了 真是很奇怪 哎呀 那个粒啊 晶莹的粒 点击出眼睛里流出来了 然后坐在那儿说 然后看我这个心灵多美啊 美得流出了脸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眼泪是值得欣赏的 如果外星人看了 外星人说 哇地球人会这样子 就是挺漂亮的 眼睛里流水 流得而且是很晶莹的 不染的 眼泪很纯净的 我觉得 所以我们人类就觉得一说哭 就把她的困苦连在一起了 因为外星人人家心里 有些外星球 她心里没病嘛 我们是病态的嘛 说这个人哭 肯定是伤心死了呀 哭死了 可怜啊 你可怜 外星人说 哇 眼睛里不能流水 好有神通啊 因为她没病态 她没把很多负面的信息跟你练接 所以你不觉得挺好玩的嘛 我们身体蛮好玩的 家里面对了什么样的严厉环境 很恶劣的 在白色恐怖之下 如果是国民党统治 你就要做地下共产党 没有那么严厉 使我们心想多了 我们把自己把那些环境搞得 搞得成了白色恐怖 是家人是不支持还是不理解 你觉得又不理解又不支持 但是她也没有暴力扣的阻拦 这都不算白色恐怖 这就是不随顺你嘛 跟她聊聊吧 多聊聊 多随顺一下她嘛 她喜欢想跟她做主 她说要吃这就吃 她说要喝就吃 你吃的时候要戴上耳机听翻背嘛 因为小女孩说 她不爱听你戴耳机听嘛 你不要影响人家的耳朵嘛 你现在都方便 就是为了你一个人享受的嘛 那耳机是发明是为啥发明的 当然说有时候其实不同的地方 并不是说让你说是去 哎呀修行一定要离开 不是这样的 是有时候 她有句话不是说 说陌生的环境才有 就说陌生的地方有美丽的风景 因为那个地方不熟悉了 就觉得哎呀心旷水也得挺舒服 其实山还是那座山地 水还是那些水 你在哪看海不是海水啊 在哪看山不是石头啊 这是换个地方看嘛 角度就变了嘛 转着地球不断的转啊 转啊 从东边看 东看成立侧成风嘛 这就不一样了嘛 是吧 所以在全世界转着看角度 就是看 就是变个角度看嘛 变个地方 瞧心的 都是瞧瞧心 但是你要觉得 修行一定要在哪里 我真找不到个地方 修行说 唯一要去哪就能车步 那就是在你心里修了 唯一的道场就在你心里 其他的地方都是方便 有条件就去 没条件就拉倒 都不重要 你觉得刚开始吧 那颗幼苗嘛 那颗幼苗 我们可都是佛耶 如果我们坚持 我们已经不是幼苗了 我们是铁树 你只要说我愿意成佛 都不是有人不怕的 佛菩萨跟你同在了 只要你有正知见 佛菩萨在后面超大的后动 是吧 所以才你写的成道才难呢 将来我告诉你 将来你万一你成道了魂法才有的说呢 否则你就啥说的 一下子就成了 就是那的难呀 你坐在这就说 你看我每天讲视频就是因为难 所以有的说不停的说 如果一下吹了就啥说的 就是那条漏 不说说就说那条漏 我首先从你家里 从你最亲的人开始度 什么时候给他们都度了 你就成了 你首先不要有度他们的心 你知道吧 你就成了 但是谁有些度自己 也不是 他该不受业就不受业吧 不重要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谁受业 看谁不受业 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呢 你可以不做这件事 知道吧 让心安下来 今天他叫不受业 他叫受业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最重点是别他不受业影响了你 知道吧 然后他叫受业 他叫不受业 他叫美 他叫勾 他叫什么 那是世界法律法案的名字 跟你没关系 跟你的佛没关系 那是众生的事了 你不是是佛了吗 你要先有这个界定嘛 你安住在佛 剩下所有的事都是众生的事 佛不做众生的事嘛 是吧 所有的分别执着是众生的嘛 你先安住在那个点上 不要动嘛 安住 就是 然后他们找你 不是 就是 影响你嘛 你说我不受影响 好难走不到 忍辱嘛 你说 然后第二年就是 好像没做到 心慌痛慌痛了 开始 哎呀 好像有个火苗从这儿窜上来了 你觉着嘛 我要忍辱 咦 不行 我有个火从这底下窜上来了 不行 我得拿个方法 对着灭火器 这一粒的东西啊 你就念佛 吃 折腾了半天 也不行 出去溜达 溜达也不行 然后听音乐也不行 反正找了很多房门把这个火灭了 OK了 忍辱 然后看经典啊 佛说最后通过一句经典说 哇 那个众生 就是我众生 还有这个说的这句话已经空了 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还 这个火苗为什么踹来踹去呢 用佛的智慧来去灭火 这就是 这就是修行嘛 明 这就明为修行 你度他们 是你做好了以后慢慢影响 你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听佛法就是度 他一定最后屈服了你 觉得 觉得 老婆说的为了搞好关系 我听听吧 这不叫度 有一天他自己主动的去接从 那才叫度 但是呢你要去影响他 这就叫度 佛菩萨为啥要轮回到投胎 很多佛菩萨去 再入众生梦境 他要轮回过来再入做什么 就是要跟你通吃同度 童玩 你跟老婆都 就现在就结婚了 你都没陪他同吃都说童玩 知道吧 你就爱听你那些反背 是吧 老婆说说我要打麻将 你就陪他打会儿嘛 是吧 这叫童玩 童玩的过程中 说佛法 知道吧 把佛的智慧拥有在麻将摊上 就是 你别打麻将的三缺一事情 然后这个说了 哎呀不要急嘛 佛说了一切梦话泡影 你这个打麻将这个过程 这个赢了输了 这才带定 这也是修行嘛 你就直接你不用说 佛拿不经拿不经说 你不用提名字嘛 是吧 当你把佛陀的智慧 拥有得很熟练的时候 你就能拥有在各个场合 是吧 那就叫动 但是要同玩 那个时候老公说 你别打麻将 他爱贴不贴 他不贴 他贴也行不贴 他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可能一不知高级在麻将摊上搅完了 是吧 老公说嗯 这文化还蛮高的 是吧 明天你在听经的时候 他说 你那些见地从哪来的 我是看了这本经的 他说 我也听听吧 是吧 你只要偷偷地翻你的东西听了 他可能还有面子 哎呀我有面子 你让我听我就听啊 然后呢 你走了的时候他就听 对 你看啥呢 他翻你的书 哎呀 怎么以后他不知道这是干啥的神神当多了 对 如果他喜欢偷翻你的东西了 你更好 你瞧瞧在日记上写 我多么希望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学佛啊 我多么的渴求啊 你就显得很 哎呀那种 哎呀 但是我很爱他 难道我愿意为他放弃了我所有的爱吗 所有的这些爱好吗 但是我今天我听经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他留下 但是他没留下 哎 老公啊你把最好的 世界最美好的东西悟掉了 你直接往上写吗 是吧 没有说 然后老公就偷翻 看了一张又一张 然后你把金光经里面最重要的那些经典你听得 摘露如下 就在那个后边 你跟他翻的时候就看了嘛 是吧 这就叫度 这叫善巧方便 啊 就是 善巧方便没有用好 是 说句老师话 谁也会用 最主要是你就懒得度他 我告诉我 哈哈 知道他完事不怕 哎 他也不肯 听不听 都生气了 我还给你写那些话 去 离我远点吧 我写的时候烦死了 我才不写呢 没想到要写这儿 是吗 嗯 你不是不会写 你是就懒得写 就这我就 你爱咋就咋 我还是要写 你爱成佛不成佛 我下辈子是不来了 你爱留他就在这儿留他 哈哈 是不是 就是 你就没有用心去度一个人 嗯 如果是我们真的用心去度一个人 总会度的 总会帮到他的 如果尤其学佛这件事 如果你一定让他学佛 就不可能他学不到 尤其你陪在他身边 尤其你陪在他身边 每句话都是佛法 我就不信他听不清 就一句万句 从他吃喝拉扎睡 给他说到睡觉 是吧 他总会听一听 他不听这句 还听到那句是吧 就怕我们也没那个心 没那个 觉得还放弃了 而且还觉得自己也不圆满 很多东西 你能学几句 教他几句就写了 不定你一定要你成佛才度他 反正你就能一知半解的也行 然后呢 你能写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度家流比较困难 你知道吧 很多人是 因为父母啊 子女啊 丈夫啊 妻子啊 你度跟你最亲近的人 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任何事情 都损害到他们的利益 比如说 你有一个小时 你有12个小时 你就不能陪他出去玩 你也不能跟他亲着 然后呢 你还影响这家看电视 是吧 你又不干家务 是吧 所有的东西都损害了人家的亲身利益 所以这家就反了 他不是反那个东西 他是觉得他的利益收手了 他其实不是反佛法 也不是反你 他说 我好好的利益 让这个 这家伙学了佛以后 不给干活了 你看 本来我洗碗洗得好好 他不给洗碗了 他去听佛法去了 是吧 所以他是说你损害了他的利益 知道吧 所以家人难度是这样 不是说家人不幸福 就是你损害了他们 你越学得精进 你对他的影响越 对他的利益 损害得越多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我就像我当年 你学会学去 逼乖去了 那不是直接 遇下了人家的亲身利益 家里便没人回家 还在煮饭 还在带孩子 是吧 你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 是吧 那你就只能是说 哎呀 发愿我有一天成道 我渡你们吧 我真的很抱歉 因为这一刻 我不去修是没有办法嘛 你你我这一刻 我要赶紧先修嘛 是吧 是吧 你要赶紧修 你要赶紧去做嘛 有些时候是会损害到 但是你也知道 在整个这个过程 还是自私的 因为你还没成道 哎就是 但是这种自私 会让你走向无私啊 但是老公那种自私 会让他更自私啊 他他如果不修 他是不能升级百劳 你会升级到 不我的就会 就会无私了 无我的 他就始终侵入在那 低级板上 他是不动的嘛 但是 这就有一个阅历 当你升级到很高的时候 不离不弃 你不要挟弃你老公 没升级 然后呢 你去帮助他 然后呢 慢慢的把他度过来 嗯 这就叫功德 这也是功德 这可不可以 严实理解为 所有的 咱反别人 和别人反咱们 都是因为商户的利益 才反 并不是说是什么利益 那可 哪有那么多利呢 尤其清官难断家务事 肯定是他触动了你的切身利益 触动了你的 你认为他要东 他偏偏嘲袭了 你不是很烦吗 这个世界所有 但是你要 你也不要对自己说 哎呀原来是 我有利益 我贪 原来我是错的 不要这样认为 知道吧 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 定义为叫烦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件事 它上面表了个名字叫烦恼 它叫不叫烦恼 来自于你心的分别 你认为他叫烦恼 他就叫烦恼 然后你 如果这件事 今天放进了 你心里很烦 你突然说好 这是一件事 你把它写出来 或者画出来 画成个图片也行 放在这 写上个烦恼 这件事叫烦恼 这件事不叫啊 举个例子啊 假如你有一件事 假如你的老公有外遇了 这个比较敏感 有外遇了 然后这个女方 这是个男方 然后你把这件事 画成个片片 老公女的 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我烦 然后这个事叫烦 然后后来想想 这里边这个人也挺开心 这个人也挺开心 怎么可能叫烦呢 这叫快乐才对啊 然后为什么我把它定义为烦 哦我是有我的 我放到 把我自己放到众生的位置上 原来我没有回归到我的原点 没有回归到我的佛 而我是发愈成佛的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成佛开始 如果你能转过来 把它写成开心 OK了 你肯定很有力量了 因为越是让你痛的是 你如果能把它转了 把那个房子去掉 只要他们俩开心 只要他们俩 如果他们俩开心 我也开心 OK了 你跟众生所有的界限 全部打开了 因为那是你最执着的东西 最在乎的事 如果在最在乎的那一刻 你开心了 倒不是说你老公就做对了 我们不拿人世界的任何品的 因为你成佛必须过着 那个时候 如果你能把这件事写成开心 当然你老公跟那个人 他有他的一个缘故 包括那是利达别罗 他自己承担好 但是你把这件事转过来了 好 你承到了 承到就是这样 你如果连这种事情能转 我相信其他 轻轻松松就转 写出最难的胸脸 你老公不出轨 这样没办法 开玩笑 因为好多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 我们觉得 到了自己底线 你是不能容忍的 因为大部分事情 都还在容忍的范围 有些事情 如果你连最底线的事情 你都能够一笑自知的话 我相信很多事情能够解脱 而且在那一刻 你不只能够转过自己的心态 还能够生起慈悲 因为你知道 因果在那 然后你能生起慈悲的话 我相信你离成道不远 偶尔怎么做呢 让他保证那偶尔 那片刻那种心态 持续性的去修去练 让自己处在那样的位置 不要觉得那一刻觉得 人家开心我伤心 是不是 然后呢 哎呀我多可怜啊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好委屈啊 这个世界 谁也不喜欢我 谁也不安慰我 你看我好委屈啊 我好像被遗弃的人 如果你这样 越想越不惜了 这就是凡复的之间 如果佛的之间是什么 我跟宇宙是一起的 我跟我的力量 无量无边 我神通寡达 无所不能 这就是凡的之间 那跟我跟正世是一起的 是吧 你这种你还需要谁可怜你吗 你有这种魄力 谁可怜 谁又谁上来摸摸你的头 可怜你吗 还需要个结巴这样靠靠吗 是吧 偶尔有这种感觉 都不能遮到持久 神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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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到佛的等级 神级 你以为一可能你这 他人以为五间就这么大 哎呀 手机那个级别太低 继续神 多学佛的智慧了 就是说 从这些小事 因为家庭嘛 因为 我看现在大家面对的 因为亲情有情 爱情就是这些情嘛 大家就要有情作生 爱情呢 就是说 老婆老婆哪个出问题了 这个是最大的障碍了 那还有就是孩子呢 就是孩子没有出息了 就是天体有天 这些问题嘛 有情呢 就是朋友背叛自己了 骗了钱等等 就不外乎这些事情了 如果这些事情 其实能够过不了坎的 也就那些 剩下的都是想多了 所所碎碎的 这样的 要不断地在这里边练 然后呢 按佛的空性正解指导自己 因为如果你是佛 这些事情都是梦 你一定要把它当成梦去解脱 如果解脱不了 那就不是梦 那你就轮回吧 你想成佛吗 想 解脱它 那就是梦 不要理它 不要在乎 不要成佛 不是想成佛 要成佛那就继续了 虽然中间有点苦啊 有是你会说 有难受啊 有忍辱啊 或者有自己 有心碎的感觉 背叛 所有的一切都会有 但是过去就过去 就这样子 然后不断地看经典 不断地学习佛的正知界 用佛的正知界 充斥自己的头脑 慢慢你就变得像佛 要无所谱 刚开始做不到 你会哭着 你会流泪的 你会伤心的 你会说的 你会说好难受啊 然后甚至会牺牲的 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牺牲吧 我们可能很多事都牺牲过了 谁知道我们这一次没做 就扛过去了 是吧 最重点是 这个不需要学 你知道 这不像人世界的知识 学科学 造个原子弹 我要学很多物理数学的公式啊 这是我们本性具备的智慧啊 我们都是佛 这种智慧 对人世界事情的处理 是我们本来具足的 只是你要不要做 你是面对这个人 对你的伤害 你是准备宽容 你还是跟他争风相对啊 这就两个选择嘛 难道每个人做不到吗 你不原谅他 那就是跟他一起来了 那就是 好 你伤害我 我报复你 OK了 你原谅他 慈悲他 就觉得他无名 他不懂 他做错了 然后你去仇佛去啊 你赶紧忙活你仇佛的时候 他做错了 你没纠结他那些错干什么 你忙你 赶紧 你不是仇佛吗 趁我可忙了 这件事很重要的 哪能顾下管多么多琐碎 现在就是有时候你说 不管是在单位 还是在家里 你说是 他在外头说你学佛学 你看他就觉得你是个义类 但是就是这样 没关系 也不关系 就是我就是这点爱好 你们都不让我做 不要在乎吧 我就是喜欢佛嘛 你可怜点嘛 糟了你别当嘛 像个英雄似的 你们怎么怎么怎么 他们说你是个义类 你怎么学佛吃素呢 你装得可怜点做的 我就喜欢佛嘛 他们能把你炸掉 我就喜欢佛啊 不让呢 我就喜欢关于菩萨 我就喜欢佛 咋的 是吧 是吧 我难道犯罪了 难道你不让我喜欢吗 我就喜欢看他的像嘛 我也看他 那经典是他说的话嘛 我就喜欢听他的 看他的像 没别的 难道你们不要 你们喜欢重生 你喜欢你妈 你喜欢你爸 你喜欢你老婆 还不让我喜欢佛呢 是吧 那爱好喜欢是自由嘛 对吧 你不要说说我是什么 你下地狱 你下英国 不要把这些事情 给人家看到头上去 你学佛了 我学佛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 你们不学都得下地狱 你看看你这个坏家伙 你看看你英国大着呢 你就吃肉 你看 你不要说这种话 所以他就不说你那种话 你不要说这些 我就是喜欢 我就是信 我也不是 我也没什么太多信仰 但我就喜欢 你说信仰 人家就开始跟你讲了 你这个信宗教的 你信佛教的 遇到个信基督的 跟你跟你吵 我不知道信仰是啥 我没那么高境界 但我喜欢 他们怎么样 所以有人会说 以前说 有人说 你是佛教徒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喜欢释迦牟女 是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佛 帅不帅 因为我做不到很多事情 但是我喜欢释迦牟女 我也喜欢她说的话 我觉得她说的蛮有道理的 所以我喜欢看她的经 经是她说的 我就这样说 其实这个才是真实 我真不知道啥是信仰 信仰是你们定义的 但是我觉得地球上 她智慧蛮高的 我喜欢她那种认知角度 人家那种魄力 对很多问题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那种态度 因为她的智慧 很多事情不是事情 但是拿我们那些事情 本来是个小事 也把她放大了 是吧 那她的事情是这样子呢 我们说是这样子呢 所以我就喜欢她嘛 那有什么呢 我又不是说盲目的 我要怎么样 然后她说吃素 有助于成为她 那我就吃素了 我也不是说有什么 我也看不见三线六照 我也没看见猝射刀 我是觉得她说了 这个挺好 那我就照着她做了 这有什么呢 别搞得就那么神 神秘就行了 看金 金就是她说的那些东西嘛 然后你跟老婆 对见的时候说 我听不出这句 你给我翻一下 其实你知道的 你说 哎呀我看了好长时间 我这部剧 一下也没看过 你智慧高 你帮我看一下 能不能 你这句话怎么解 突然让她看看吧 她可能帮你解了 就说在走 Mae 那在活 traps 我真不知道她这句话 说啥 ali 都是四十的方便 所以别是别大才会试 都不就梦嘛 学佛也是在梦里面学的 所以佛说最后说 佛法也要放下 它就是生活 佛法就是你的生活 所以你在哪学都一样 学活就不一样 在家长节退节 但是你又忘了你本来试 你找个啥 只是你的认知的转变 你觉得我本来很开心的 让他弄得我好像没智慧了 我烦了就是没智慧了 不是的 是你的认知始终没改 你想求个清静 你想求个快乐 你不是想成功 还是不是 所以当你的那些 那些清静失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不是 那些是假象来的 那个清静啊 那个空啊 你认为很有智慧 那都是假的 那些东西会 只要你记住 会失去的都是假的 你觉得你丢了 放个境界 那就是假的 那个境界 那就不是真的 真的是丢不了的 我告诉你 他迟早会丢 不是你老公说 别人说也会丢 不是你在 三星会丢 你来住会也会丢 你坐在道场也会丢 因为你的认知没转 你在乎 你着想嘛 你在乎别人说啥嘛 你很在乎 没用的 所以要修六根嘛 慢慢的 耳根圆头 眼根圆头 动都圆头了 会影响 也看 好像在流街 这样长就是漂亮 那样长就是丑 丑的也挺可爱 漂亮的也挺可爱 就像看两座山 高山也挺可爱的 第三也挺可爱的 你还分别说 这座山不好 那座山不好 好 差不多 就这两天 他们在超经嘛 你也可以回去超超经嘛 家里如果不行的话 条件不行的话 反正每天你超上一会儿 不要影响到老婆 看电视啊 做事 我实在不行 你丢完了 我快 很快会录 我这边定高 就可以录 录录的头部放到网上 你现在你就修手打坐嘛 先把腿 都那么深吧 修手打坐 然后敲着心 然后改变一下认知 然后在家多多利一下 多关注一下 他们的心态 让他们开心就行了 不要可怜 自己说 我 谁让我开心来的 我让他们 他们又不关心我 先关心他们 你不是想成佛了吗 你叫大菩萨了 成佛先都把自己放在菩萨的位置上 都不能可怜自己了 先关心他 菩萨就是关心众生的 所以先为他们说 先帮帮他们 他们不需要你佛法的帮助 你就生活了就行了 比如老公回来给倒杯水了 这些小事就行 人家说要看电视 你就摘了你的耳朵 耳朵 你就不要学佛了 让人家看电视嘛 是吗 然后脑子里不要想 他打扰我 一个小我学佛 然后他最好 他要看电视呢 你就来点打扰 你换个房子学佛 难道还不 只要你不这样想 你都已经收获了 你都得了 那修行就是为了转化观念的吗 你都不转了吗 我都想老婆 我都看了 我觉得 你老婆就是 如果不学佛的 就是每天经验你的定力的 看你有没有经过 这边有一个佛部长 每天经验你的 考你的 我就觉得现在目前 最主要是需要打扰 需要变得心 不是需要打扰 是需要转变你的认知 心定下来 我是屁股坐下来 这心入不动的 爱住在那 不管别人说啥 不管做啥 事情没来 不要被过去没来打扰 活在当下 然后多立刻 多想着他们的角色 家人的角色就OK了 就会越走越好 越多数人 就会越来越好 淘标 里面 不在这一个 但是 还没有 只会越来超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